所以他要求台湾政府 就是说你必须在太平岛 对于你的港口跟码头进行输聚 甚至于你的跑道 要经常性的清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曾经在电视上面 几次跟白宫前幕僚长巴隆对话 巴隆曾经讲过 美中在南海终续一战 那从特朗普时代 因为巴隆是特朗普的幕僚长 他讲这句话 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 到了拜中时代 我们现在看就有几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 就是说澳洲 我们看到澳洲 他的侦察机EP3也好 P3也好 他的电子侦察机 已经频繁从台湾北部水域转到 南海水域再飞回澳洲 这个是配合美国的 所谓的北方作战演习 就是美日澳 纽海他们进行的北方演习 就是澳洲他派出了侦察机 频繁的进出台湾北部水域跟南海水域 这个等于是在帮美国打 投证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现在经常性的派 RCE-135P8或者EP3 频繁进出两个水道 一个水道就是巴士海峡 另外一个水道就是南海的固定水道 尤其他的RCE-135跟解放军的坚持 曾经对事故 那坚持是挂弹 那RCE-135那是侦察机 RCE-135长期以来都是部署在 日本的三则基地 那日本三则基地呢 我曾经去参访过 那三则基地应该是日本 集结美军 最大的一个基地 那完全是空军跟海军在驻守 就在日本的东北方 因为我的朋友在三则基地里面 他担任高级议员 所以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游玩 那我找他的时候 他也曾经等我到基地 周边去参访过 那他只要出动了RCE-135 就是证明这个地方 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情势 是非常的紧张 那RCE-135 他通常他的航道是顺着 台湾的东海岸 经过巴士海峡 经过巴士海峡 往巴拉望 那个方向 再折返到黄岩岛 黄岩岛 然后再折返到东沙 然后再从东沙 然后再折返 就回美国的基地 从这些航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班农曾经讲 美中在南海中区一战 他的概念 就我电视上的印象 因为那我跟他对话 他的印象是 第一个南海对美国来讲 是有重大的利益 那美国必须 必须要跟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等四个 东南亚国家 要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这个地方 权力不宜真空 那权力不宜真空 又面对中国大陆 在南海的建设 所以呢 这两强之间 必然会相碰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南海对美国 是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因为南海是 第二个波士湾 那所谓第二个波士湾 各位去看看 波士湾的周边 都是盛产石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一种 还有他有一种 特殊的就是西土矿 等等那些 在南海也陆陆续续的发生 那发现 加上石油等这些 矿产 美国必须要保有 这一些尚未开发的 整个的能源基地 那第三个 就是南海 对美国来讲 对日本 对韩国 对澳洲 是有重大的战略 第一 就是因为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 就是所有的货运等这一些 都要经过南海 所以对台湾 对菲律宾 台湾对日本 对韩国来讲 是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包含澳洲 纽西兰 那第四个 长期以来 美国在南海 畅行无阻 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 再看到一个区域强权的崛起 当时候 巴隆跟我讲的 大概就我印象里面 记忆里面 他是讲的非常的清楚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南海区域那么大 美国的主战方向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过去你很少人讨论到 我曾经查过 就是说美国军机在整个南海的航机 在网络上面都有 他的航机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他几乎是以菲律宾的西侧 台湾的东侧 包含了东沙岛 巴士海峡 东太平洋 然后这一路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美国是不会深入到中沙或者是西沙去 但是他在南沙跟东沙 这两个重要的地方 尤其是贴近 所谓的越东群岛方向 从越东群岛下来到黄岩岛 那他为什么他非常注重 这块区域我们拿黄岩岛来说 他过于贴近苏比克湾 跟克拉克空军基地 美国的军机无论你起飞或者怎么样 他正好在航道的上面 所以美国曾经讲过 就是说他不会允许中国大陆在黄岩岛 他部署所谓重型武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理解 过去美国限制台湾 开发太平岛 但是美国现在完全改变立场 所谓改变立场 他希望太平岛能够作为一个中继战 所以呢他要求台湾政府 就是说你必须在太平岛 对于你的港口跟码头进行数据 那甚至于啊 甚至于你的跑道 要经常经常性的清空 那从这一些的作为 我们可以看得到 美国跟中国大陆 其实在南海的竞争 它两个重要的地方 刚刚好是中国大陆鞭长莫及的 一个就在东边 东边我们就以东沙为主 一个是在南边就以南沙为主 刚刚好这一些都贴近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 那所以美国如果真要进行 遏制中国的话 他两个航道一个巴士海峡 他要保住 另外一个就是巴拉旺 巴拉旺他只要能够控制住的话 他能够间接控制南沙军岛 所以班农他是特朗普时代的幕僚长 白宫的幕僚长 他讲的那么的清楚 我们再从最近美国频繁的在南海 频繁的在琉球水面 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 那你尤其是北方作战演习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中在南海之间 还有一波的竞逐又要开始 这次是北方作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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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北方作战演习